苹果和华为计划将全系配备前望镜头 Vivo X100系列销售破纪录 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在其最新市场研究简讯中再次提到 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将配备苹果的前望长焦镜头 郭明基指出 镜头供应商大力光电在为iPhone 15 Pro Max生产前望硬件时 生产良率从40%提高到70%或更高 他估计配备新前望设计的iPhone出货量将同比增长160% 郭明基还预计华为P70系列将于2024年上半年推出 配备屏下摄像头 由于采用自家麒麟芯片 预估P70系列出货量将同比增长100% 大力光电预计将成为苹果和华为的前望镜头的主要供应商 在iPhone 16 Pro系列中的占比为85%到90% 在华为手机中的占比为50%到60% 根据Vivo官方数据 截至11月21日15点 X100系列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0亿元 打破了Vivo新机型的所有历史销售记录 该系列包括X100和X100 Pro两款新机 其售价分别为3999元和4999元 全球首发搭载天机9300处理器 并内置Vivo自研蓝海电池 标准版搭载等效5000毫安容量电池 Pro版则为5400毫安 X100 Pro搭载IMX989主摄 采用了镜片分群浮动前望结构 并搭载了Vivo自研影像芯片V3